這裡是天然的狼人沙場地 35歲以內的親織委員 是會玩溜滑梯的 我覺得如果待在這邊一整個晚上 會是超級舒服的那種感覺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鹿子駿 今天來到台中市 要來體驗一日親尾 青年委員在做什麼事情 今天我想要跟著他們 一起進行永續的 生活觀察與體驗 讓我們一起去報到吧 GOGO 知道今天有三個組別 就業經濟組 都市發展組 和社福文教組 平常我們團隊在做的事情 跟公益 還有跟很多的社會議題更有關係 所以我就決定 今天還是選擇社福文教組 那這個組別要怎麼 跟永續這件事情優秀結合啊 因為其實在永續裡面 不止於對環境啊 那其實在關於族群 還有文化的部分 那就是社福文教組 對直接相關的 所謂的永續是有老人的部分 譬如說長照啊 或是一些老人關懷的部分 那我覺得我們主題的部分 算是蠻有相關的 今天一日親尾要參訪的地點 在苗栗勤美學 那就讓我們上車吧 GOGO 歡迎大家來到秦美學 我們待會會其實會有 很長一段時間 跟大家用行走的方式 用導覽的方式 用走讀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認識 這個老樂園秦美學 如何讓他去做翻轉 這也是天然的狼人殺場地耶 我覺得如果待在這邊 一整個晚上 會是超級舒服那種感覺 青之委員對你來說 是一個好玩的地方 是一個學習兼成長的地方 認識同組的夥伴 認識同組的夥伴 因為他們其實 相對資歷 還有學識都比有多 非常多 而且是我沒有接觸過的領域啊 35歲以內的青之委員 是會玩溜滑梯的 跟青尾們聊天 他們連來這種地方 也都可以想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玩樂的過程裡面 也都在有思考的感覺 整個活動過程裡面 你有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嗎 他們廁所是以就是可能 二手就是在利用 像是他們的洗手台 是以盆子的造型去做設計的 你有想到 任何跟永續相關的提案嗎 我們好像可以在城市裡面 更多一點綠地 偶爾可以靜下心來的 慢一下這樣 永續不是在於說 在這個環境而已 也包含我們的文化永續 您提到說 越在地化就越國際 想知道說 秦美學如何打破地域的疆界 如何去編結苗栗以外的地方 甚至是國際的這樣子的一個高度 苗栗永遠都是被忽略的城市 那怎麼樣創造精彩 真的很仰賴在地的同仁夥伴 慢慢的一點一點挖 跟著這些親自委員來到秦美學這個地方 有觀察到每一個人 他們在看事物的角度 不是只是爬爬書屋 看到這個地方好漂亮好開心而已 他們還有很多的想法 在未來的提案 或者是在他們的生活裡面 有想到一些可以改變的東西 最後也邀請大家可以一起參與這樣子的公共議題 然後在意永續環境環保等等的項目 Go Go Young